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 那咱准备开始烤吧 这肉烤好了 咱三颗口冷面开开胃 这个是柚子冷面 哇 酸酸甜甜的 特别棒 不得不说 它这个雪花牛排还是非常的嫩的 尽管是那么一整块的去吃 但是嚼在嘴里也是非常的爽 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又太大又硬 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炒肉的间隙再吃点小菜 糖心蛋 海草 我太喜欢吃点海草啊 嚼起来咯吱咯吱的 精选恒格模 肉质很筋道 嚼起来特别的爽 这个大块的是牛肋条 这个肉比较有厚度 嚼起来越嚼越香 刚才考虑猪五花的时候 那是滋滋的滴油 滋滋冒火呀 哇 它这个肉啊 真的是能够 在你咀嚼的时候 都能吃到那种 吃肉的满足感 这个肉在嘴里塞的满满的 带来的是幸福感 它家还有这个伊云的泡泉水 好像在超市见到卖的挺贵的那一瓶 品质档次一下子就感觉高了好多啊 而且我发现现在这很多资助行业 它内卷的也特别厉害 这家店它那个饮料都特别的高级 各种国外的一种饮料 看着就很高级的平常喝不着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尝试几种没喝过的饮料 整片雪花牛排 看着就爽 烤了几片牛舌咱尝尝啊 烤起来Q强Q强的 这种品质的牛舌 我印象中我过去一年 只在那个一个250元的巴西烤肉 吃得过一次 烤了个牛丝和牛肝 新肝 新肝宝贝 再尝尝啊 牛的内脏有点吃不惯 我也不知道为啥 牛鱼牛杂里还长得五百米 都很喜欢吃 但牛型牛软吃不对味 烤了个猪颈肉 猪脖子肉 它这家猪脖子肉 猪颈肉还挺不错的啊 之前吃过一件猪颈肉 里边带着一根鲸 就搅换天搅不动 采完香肠 这半根刚才没控制好火 它直接烤糊子 猪口淡淡的黑椒味 这种面快锅了 先把冷面吃了吧 这肉都认不出事什么了 有点像羊肉烤羊肉 这羊肉上还带着筋膜 这羊肉还是感觉 配着麻将吃 来个大鱿鱼 这鱿鱼也内卷了 这个是蜜汁五花肉 带着淡淡的甜味 不过它这是薄切的 没有之前那个厚切的五花肉 吃着爽 这鱿鱼也强烈推荐 这鱿鱼也强烈推荐 我这吃一个多好食了 再吃这鱿鱼也强烈 还感觉特别香 我吃鱿鱼也强烈 大家还有一个美人馅一份的刺身 这是一个双眼份 这三文鱼肉是非常好 肉吃的差不多了 咱们再来吃点这个冰鸡灵和甜品 这是黑芝麻口味的冰鸡灵 它还有抹茶口味的 非常浓郁的黑芝麻味 这冰鸡灵是相当不错 这冰鸡灵这种香化味化的状态 吃起来太爽了 来一个绵绵冰 这绵绵冰这口感我真是太喜欢了 这个菜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它叫华蛋咖喱牛肚 上面是一个半熟的鸡蛋 下面是牛肉咖喱 哇 这道菜相当棒 如果这不是炒肉资助 我都想多来几碗这个了 半熟鸡蛋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嫩滑 配上它这个咖喱 非常浓郁的咖喱味 鹅肝海苔饭 我还是更喜欢刚才那个滑蛋咖喱牛肉 芝士蛋糕点了五个 浓郁的芝士味 吃着满满的幸福感 这黑芝麻对一人感觉非常好吃 就点了一个 刚吃完那芝士没出口 然后现在这个再吃这个感觉甜度点下劲 等会再吃 淡奶布丁 好谢谢你 这布丁甜而不腻的 大家这冷面 我真是特别的喜欢 就点了一碗 可以看出啊 他家的肉都是没有因果腌制的 挺多是用黑胡椒去调味 这是因为日式烤肉 讲究的就是他这个肉的原汁原味 所以说 你在这块能够吃到的肉 都是品质很不错的 各个部位的肉 也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像我就很喜欢那个特别大的雪花牛排 除了肉类以外 其他的主食 小菜 熟食 甜品 做的也很棒 根据自己平时的喜好去点餐 肯定没问题 今天这顿是吃的非常的过瘾了啊 那么好的 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观看啊 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你带了好的胃口 咱们下期再见 赞 平时 我сь 啊 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